新义乡浊水西线 三年前开始发展马告香芬产业 目前已经打出知名度 位于陈友兰西线的旺乡部落文建站 为了让长辈重新了解马告这个职务 专程邀请研发马告香芬的调香师陈炫良前来上课 说明马告香水的由来以外 也让长辈体验自己动手调制香水的乐趣 专业调香师陈炫良 受邀来到旺乡部落文建站 亲自向长辈介绍马告从料理用的香料 变成很受欢迎的香水的初衷与做法 并在社工师与志工的协助下 亲手制作马告香水 过程让长辈感到很享受 很香我最喜欢 我的最爱 芙蓉 就是因为香气有一点愧疚吧 第一次做香水吗 第一次对对对 很好玩 很好玩 真的是 就是怎么讲 就是觉得说很神奇 不同的那个香 不同的那个东西 然后组合起来 竟然变成一种味道 透过调香这一件很细腻的事情 我觉得反而可以去训练这一些部落的长辈们 平常没有用到的一些鸡肉啊 这是我调香方面另外的收获 很高兴可以请到程老师 为我们做一个就是马告香水 那我们主要想要让长辈知道说我们的草药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去涂抹吃的我们原来也可以做一个我们自己水生气带做一个香水的一个氛围 所以我们就很感谢陈老师亲自带领我们长辈做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马告香分DIY体验课程 是陈炫良老师第一次受邀来到细腻乡存有兰西部落举弹 精彩又体贴的说明 让文件站长辈重新了解自己认识的马告 以转变成为可亲手制作的香水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调香跟了这么多的 我都称他们叫哥哥姐姐 我觉得跟他们调香其实我在出发之前我在想到说 我用什么方式来跟他们做调香 那其实我在想到说我做的是马告 其实我今天是来请他们跟我分享 马告在本来他们的过往的一些怎么吃怎么用的这一块 那我觉得我收获相当的开心 那同时他们也跟我分享一下 他们目前的旺香这边很在地的一些特殊的香料 让我觉得很少赖 觉得很新鲜 他们很喜欢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从小都没有做过香水 然后这次有这个机会做香水 真的是他们都很快乐 很喜欢这样子 马告对部落长辈来说 原本只是煮汤的香料 没想到在提炼做精油以后 成为代表布隆族特色的香水 有的长辈双手虽然不方便 但在志工的协助下 也完成了自己调制的马告香水 气氛是热烈又文心 记者商清福 新里乡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